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柳树和小枣树 院子里有一棵小柳树和一棵小枣树 小柳树的腰细细的树枝绿绿的真好看 小柳树看看小枣树 树枝弯弯曲曲的一点也不好看 小柳树说 喂小枣树你的树枝多难看呢 你看我多漂亮 春天小柳树发芽了 过了几天小柳树的芽变成小叶子 它穿上一身浅绿色的衣服真美 它看看小枣树 小枣树还是光秃秃的 小柳树说 喂小枣树你怎么不长叶子啊 你看我多漂亮 又过了好些日子 小枣树才长出了小小的叶子 这时候小柳树的叶子 已经长得又细又长了 它在微风里得意地跳起舞来 到了秋天 小枣树接了许多又大又红的枣子 人们把枣子打下来 坐在院子里高高兴兴地吃起来 小柳树看看自己 什么也没接 它想 从前我总是说枣树不好看 这回它该说我了 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 小枣树什么也没说 小柳树实在忍不住了 就问小枣树 你怎么不说我呀 小枣树不明白 问道 说你什么呀 小柳树低下头 说 说我不会接果子呗 小枣树温和地说 你虽然不会接果子 可是一到春天 你就发芽长叶 比我绿得早 到了秋天 你比我落叶晚 再说 你长得也比我快 等你长大了 人们在树荫下乘凉 那有多好啊 小柳树听了 不好意思地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芽长叶